但是另一头我们看到这个小马可思 在这个华府智库CSS发表了演说 那这边有一段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 他说他有向秦刚保证 他在华府说我有向秦刚保证 细节我跟亮哥讲 在影席月的16分钟演说内 大家帮他算了 提了43次同盟 他非常纠结 那他跟这个小马可思 算不算是一个对照组 事实上马可思这一谈话 他重复过很多遍 尤其在他自己的专机上 他也讲过 但这是在华府 而且还是在华府的智库 你看他讲这些话被问到 如果美中由于这个台海爆发战争 美国是否会要求菲律宾派兵 不会斩钉截铁告诉你 那菲律宾开放更多的军事基地 供美军使用 大陆外交部抨击 这会让菲律宾卷入台海冲突的漩涡 他直接告诉大家 我跟秦刚保证 我跟秦刚保证 我们菲律宾的基地 不会用来攻击任何人任何国家 不是针对任何的国家 他在菲律宾在他的专机上讲也就罢了 他在华府这样讲 对而且 CSIS前董事长 就是目前的印太沙皇 Kirk Campbell 所以坦白讲他是蛮有胆识的 他在这里公开表态 说他要信守对秦刚的承诺 所以简单讲就是顶住了 顶住了 顶住了就是说我绝对不会成为中继战 说你美国别想利用我去打 其实外交的词汇有很多 他可以用一个比较缓和圆的 让美国比较不那么刺激的 本来是国家领导人 他不是外交部长 所以他讲这么直接 他就讲得很直接 其实美国人会比较欣赏这样的人 希望你讲大白话 不像那个蔡英文跟赖清德这样 那美国会欣赏这种吗 要懂得对美国感恩 他会看不起你 美国人真的会看不起你 所以舔成这样反而会被看不起 我坦白说 以及那个亲美的程度 韩国我坦白说 韩战南韩是打得一塌糊涂 这大家都知道 李承宛根本就是 美国人是完全没把他看在眼里 然后他一天到晚就觉得 他要反攻大陆这样 那事实上都是美国人 在帮他打 南韩打胜仗几乎是没有了 到最后根本就只有 中俄大陆美国跟北韩在打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可能对自己的韩国人 一直都没有民族自信心 但他这个铺层就是 最后要丢出这个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感谢美国 我知道了 可是坦白讲 韩国的保守派 像他这么没有民族自信的 也很罕见 那个普正希腊这样 对不对 普警惠也没这样 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左翼的 左翼的就很有骨气啊 我跟你讲啊 现在韩国人已经做出一个民调 说执政一年 他的民调只赢鲁武炫 鲁武炫是因为贪污 那其他人 很多韩国领导人当了一年 他的民调都在60以上 美国看不起他 南韩很多民众也看不起他 看不起他 我觉得他的灾难是回国之后会陆续开始 因为他的底气不够硬 因为你只赢了0.8% 然后你现在民调以下 从刚当选的超过50 现在得到33 然后国会300息 你只有115息 你怎么玩啊 所以这两个对照组啊 其实他也可以看 参考一下小马可氏的做法 小马可氏啊 我觉得那是因为美国跟菲律宾 从1951年之后就有共同防御 而且菲律宾的军方本来就亲美嘛 所以这个问题他要处理 而且小马可氏是属于北部的 菲律宾的那个大家族嘛 那个旅宋岛那一边本来就比较亲美 杜特地是明达纳河这一边 而且是偏回教的 所以他们本来就比较反美 所以他也要对他的选区做交代啦 然后也要对菲律宾的军方做交代 所以坦白讲他是 能够玩到这样 我已经觉得已经不错了 我本来觉得他是小孩玩大车啦 你知道两个大国都要做交代 让他今天能够在CSIS 讲出这个大白话 我觉得算是有价值啦 事实上我觉得检验的标准就是 那个小马可氏一月去北京签的 那些经贸协定会不会开始执行啊 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对你就是半信半疑嘛 就觉得你好像 他这样讲北京应该会算是满意吧 我看亚洲这样的领导人不多啦 这么有胆势的 在美国面前喔 而且他本身有一些疙瘩是掌握在美国手里 所以能讲到这个程度 因为大家本来会怀疑说 你是怕你的家族财产会被美国冻结啊 或者是你的刑事诉讼啊等等啊 可是他还是撇开了 所以他也可以给我们的蔡依依参考一下 论文问题怕什么 我看是无法参考 无法参考 个性不一样 这个局势是不是真的很糟糕 因为我们看在中美部分 布林肯要去北京现在也被拒绝嘛 所以这个外交上不沟通 这个军事上也不对接 所以您觉得呢 这个会不会有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 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擦枪走火可能越少 因为美国会越警惕 美国人是美国人是美国 第一个美国人的命很值钱的 第二个美国人什么都是好 这个好预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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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的是很周全的 他也只是要设护栏嘛 他也没有解决问题 他没有解决问题 他只是要设护栏 避免擦枪走火 他是避免擦枪走火 但现在我就不让你 知不知道会不会擦枪走火 现在中国大陆就说跟你讲没用啊 而且中国大陆讲说 我跟你搞这些 搞这些这些好 低层次有什么用呢 我讲的是 我讲的是台海的问题啊 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 你的政治人物为什么一直跑 往台湾跑呢 你现在又跑了二十五个军火商 对不对 你又这些 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美方在掏空移工政策 这所有作为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武器的 武器的销售 不同的刺激嘛 包括北约东扩也都是啊 对 所以中国大陆认为 可能他已经过了一个门槛 就变成说多谈无意了 那么我就多做了 我就实际做了 比如说像这个香港人会开之前 前两天中国大陆跟新加坡的海军在就在马六甲海峡就直接军演了 那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海峡附近的这些 包括东岸 包括台湾东岸 这种所谓的常态性的战备警循 它也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实践 所以他现在行动都改变了 那说在抗议美国的做法上 现在他基本上就说 你做了我就抗议 可是呢双方也不接触 那你实际在看中国大陆的实际作为呢 也跟过去很不一样 那现在能够开两次 去年12月跟今年的4月连续两度 中国大陆现在就是两艘 在实际运作的两艘航母 都已经直接开到关岛 附近的500海里了 那另外的话就是军事武器 不断的新的军事武器要拿出来 那展现实力 所以我就要问介大使一个问题 这个说到底大陆都认为 没有台湾问题 只有这个美国问题 只有中美问题